你要谈什么事情要做什么计划都很适合在这个月份 如果是这几个工位刚好是太阴心花科 那也是在这几个月份呢 你如果要考试啦或是要争取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被得到注意 这个月份也都会是很好的月份 大家好赶快拍月韵 这次月韵我们拍的时间 我还是在月份前拍啦 但只是因为那个我们拍的时间就是很匆忙 然后将下很多会员的影片 所以呢小编剪得稍微慢了一点点 刚好在上的那天呢台股就大跌了 果然呈现出那个无曲化跡的状态 但后来他又反弹回来了 就像我们亲密跟大家说的 我们在看这个月韵的时候 不能不考虑年运 看年运也不可能不考虑十年运这样子 所以说就台股的部分 我还是跟大家讲 台湾未来十年会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在六年前就公开提到说 台湾呢在十年内会成为亚洲的瑞士 其实那个标准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年均收入 应该要成为四万美以上 当然瑞士本身不是这个数字 就是更高 可是我们就亚洲来比的话 台湾应该会破到四万五千美左右 距离六年前讲的这个十年的限呢 我们大概剩下四年 目前来看起来台湾其实很有机会 那当然股市的部分呢 我还是跟大家说 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分析股市的人 我都是用大的局势 大的趋势来看这个事情 然后我来去推算说 未来会这么的好 这个月份呢 我们终于要离开那个五曲化季了 要进入了鬼月 鬼月呢是破均化禄 巨门化全 然后太阴化科和台湾化季 那还是一样的 这个四化一定是看哪一个季产生 一定是因为那个化季而去影响整个四化 所以说呢 碳南化季的月份呢叫什么 叫做欲望爆棚 对不对 我的欲望产生了空缺 那我为什么欲望会产生空缺 因为我欲望很多嘛 它产生空缺嘛 很多的书籍会说什么 碳南化季为习正啊 碳南化季反而没有欲望啊 这是不对的 不是这样子的论点 我们有机会可能会在那个会议频道里面 再跟大家谈更多更细节的这个四化的看法 那很多时候为什么需要上课 而不能只有看书的原因就是因为 所谓的碳南化季为习正 指的是说我欲望很多的造成空缺 我很想要 譬如说我很想要把妹 那我不知道怎么把 那我不知道怎么把 就会变成反而会比较不敢 或是呆 或是不愿意做 这个是碳南化季为习正背后的原因 可是呢 新药的解释必然要对应公位 必然要对应运献 对应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现在是一个 我有欲望 但我的欲望产生了空缺 譬如说我在财宝宫 我碳南化季在财宝宫 我很多欲望 可是这个欲望让我的钱财 理财上面的事情上 产生了空缺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 那我要来看看说 我碳南对面是什么 我碳南对面如果是连真 那我想办法找机会 我碳南对面如果是指挥 我或许会比较不知道 该要怎么去 因为我要面子 我碳南对面如果是舞曲 那我会很认真的去想 那我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碳南对面是连真 他其实没有习正这个意思 但碳南对面是指挥或舞曲 那就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并不是绝对的就是变乖 或是变不乖 或是更怎么样 这个我们都会有机会 大家会提 所以总之呢 欲望而产生的空缺 通常欲望是更大 更大会让你去做更多的追求 也会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好像一般人说 那我欲望很大 我想要赚10亿 那他会说 那很难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算了好 那也有可能是 他刚好运很好 他本身身价就5亿了 那这个欲望变大 我想要赚20亿 那他觉得我可以赌一下 拼一下 那他就冲了 同样的话 碳南话记 他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不能单纯看书上这样子写 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当然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中国所有的这个 都只是命理啊 很多东西的问题都是这样子 他东西都给你写一半 为什么 因为要留一手嘛 所以你要用逻辑去想它背后的原因 那这个碳南话记呢 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欲望会爆棚 那入水寄走 所有的话记都要用路来补 所以他的破均化路 破均化的梦想 我会有很多的那种想法 要做很多的事情 来去填补那个碳南话记 连带着前面的无曲话记 可能在下个月份呢 大家可能都想说 哎呦 我上个月没有赚到钱 或者是赔了钱 或者是说 我好像需要更去赚钱 那我是应该去更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我就会产生一些梦想在里面 那刚好呢 这个七套破均碳南 它一定是在三合内 所以呢 我如果是碳南作敏 那我必然财不公破均化路 所以我一定会在这个月份呢 想要多去做一些什么投资 还是做什么事情 来满足我这个欲望 同样的 如果我是 关路公贪狼化记 我必然命公破均化路 命公破均化路的时候呢 我会有各种想法 希望我要去找 因为破均性的对面 一定是天象星 我想要找各种人际关系 看看能不能够 为我的事业上 能够有什么帮助 如果说 我是关路公破均化路 那我必然贪狼心 在财不公化记 所以呢 我一定会在这个月份呢 我希望在工作上面呢 会有更好的人员 更好的机会 更多更多什么事情 让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但这个月份会很明确 这样的迹象 如果说啊 你刚好是夫妻公破均化路 夫德公会碳南化记 你这个月精神灵魂的空缺 会希望有很多很多 感情的弥补 这个月份啊 还没有走到下个月 这个月份啊 已经爆发逃色纠纷 下个月份就是这个 回月啊 也会有很多逃色纠纷哦 因为你内心的灵魂的空缺 或者是你觉得那个钱赚不够 要利用感情来弥补 尤其是工作上面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 如果刚好你的那个命宫 灌异宫 牵引宫 夫妻宫 有出现什么左幅右臂啊 在那边化科的 要小心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能会被抓到 所以说入手里记走 我欲望的空缺 会用破均来布 那这个碳南星呢 如果是在你的千异宫 在你的田宅宫 在你的六亲宫位 都会表示说 你会希望啊 有更好的人员 跟朋友好一点 跟什么好一点 那你都会希望说 得到更多更多的资源 那这个时候呢 都要用破均去拿来去补他 比如说 如果说你的 碳南化季是在兄弟宫 或在仆役宫 那你的破均化路 就会在父母宫或饥饿宫 那就表示说 你这个月份呢 可能会要为了朋友啊 家人啊 做很多奔跑 各种的付出 你的愿望 拿你的这些梦想 来去做填补 是这个月份的诸轴 那因为破均星的对宫 已经是天象星 要去注意那个天象星呢 是不是有产生煞季 如果你有天象化季 或天象旁边有煞星的话 那都要注意到说 你的这个破均化路 会不会做过头了 会不会做了一些 其实是不合规则的事情 然后来让你反而产生了一些问题 官非啊等等的 所以我们呢 会在下个月份 看到更精彩的 各式各样的 因为欲望而产生出来的犯法的行为 然后一条条被揪出来 从去年开始到 一直到今年 就一直有各种网红爆开 事情也会出现 然后呢 政治人物跟明星呢 画面新闻也会出现 然后政治配判刑 这个也会出现 那这边呢 连带的就可以看得到 巨门画权而太阴化科 这会表示什么呢 这会表示说啊 这是一个重视承诺 追求讲话要有分量的一个月份 所以你的巨门星 如果刚好在你命工官工 财博工 歉宜工 都会表示这个月份呢 是你说很有分量的月份 你要谈什么事情 要做什么计划 都很适合在这个月份 如果是这几个工位 刚好是太阴星 化科 那也是在这几个月份呢 你如果要考试啦 或是要争取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 被得到注意 这个月份也都会是很好的月份 但是那个日月同工 在命工跟夫妻工的要注意 你如果有外月迹象 这个月中就被抓到 所以要小心一点 整个大幅庆来说 这个月份呢 你会听到一些重要的宣言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宣誓 然后呢 在这个月份呢 也会比较多的这种影剧圈的消息 但是这个月份主要的主轴 坦白说我们已经开始要进入到明年的状况了 过这个月份呢 再到下个月份之后呢 农历的八月要进入九月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会闻到太阴化剂的味道了 因为明年的乙年太阴化剂 会开始影响到我们 这个月重头戏呢 是中秋节 所以呢 如果你有各种欲望 比如说你的太阳化剂是在你的饥饿宫 那就赶快找朋友来烤烤肉 用破均化露来去补这个身体上的空缺 所以这个月份坦白说啊 是一个我们的欲望会拉动我们梦想的月份 我们可以在这个月份呢 去好好考虑一下说 接下来下半年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人生规划 有的时候啊 人生规划是需要一些梦想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月份呢 好好来规划下半年 来规划明年 来看看说明年呢 怎么样可以有更好的计划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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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拍照